尤田主教于斌舒基主教六十年前 在越南提案創立的自由太平洋英文學院 耀翰中學以及明遠中學三所學校 今年創校六十周年 將舉辦校慶紀念活動 主辦單位號召這三間學校 在全球各地的士神校友 十二月八日來到洛杉磯 聖蓋博希爾頓酒店參加活動 大家一同回味美好的求學時光 美國自由太平洋 耀翰 明遠校友會 在創會會長何福壽 前任會長史正發 都蘭英 和喬務委員梁永泰等 號召全球各地的士神校友 一同出席十二月八日 在洛杉磯聖蓋博希爾頓酒店 舉行的母校成立六十周年 慶祝大會 我們希望繼續的聯絡校友會的感情 一方面我們要尊私重道 也謝謝六十年前宜兵主教跟 雷神父成立一間學校 所以我們有盡視的在海外 每個人都有成就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也勇要參加 當年多位遠東地區的神職人員 為發展越南華裔子女教育 溝通東西方文化 因而在越南提案 創立了自由太平洋英文書院 耀漢中學和明遠中學等三所學校 聯合校友會創會會長何福壽 尤其感謝來自台灣的老師們 到越南教中文 並長期使用喬委會的正體中文版教科圖書 使得每位學生至今都能說一口流利中文 也學到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 我們所讀的書呢 當時都是由台灣的教育部的書本 我們所念的都是自由民主 人權這些議題 那麼我們來到美國之後呢 就仍然保持這個華人要團結 華人熱愛自由的這個理念 成立33年的校友會 除了師長同學關懷互助之外 更秉持母校優良傳統 敦促參加橋區地公益事務 開設獎學金 鼓勵校友子女學中文 本次60周年校慶活動 籌備委員會特別準備 印有校會的手提袋 送給全體貴賓做紀念 歡迎全球各地的校友老師們 一同共襄盛舉 台灣宏觀電視管仁清 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 小聊天 兩位 四位 六位 六位 五位 七位 八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